初次 十三先生 回恩知错了 日后必以书院教诲为先 做一个恪守己身的好君王 本宫就只有这一个弟弟 他所犯下的过错 当有我这个做王姐的承担 待战事结束之后 我自会给大唐居民一个交代 陛下惠吏六王子 李虎珀为皇太帝 十三先生稍后即可将此消息 并报给太后 你刚才说你只有一个弟弟 其实你错了 你还有一个弟弟 陛下 现在你只有一个弟弟了 陛下 殿下 令轩 你去顾身使君 你这是大你不斗 来人 殿下君 王者放肆 我杀的是篡位范上 三王子李魂元 现在李魂元死了 先帝的儿子只剩下一个 王位 只能由他来继承 亲王殿下 难道您 也对那把椅子感兴趣 王位更迭怎能如此草率 王位 十三先生 你今日所行 定会使大唐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是啊 是什么时候啊 诸位大人学识冤母 却瞻前顾后 是什么时候 你们害怕分裂 害怕内乱 害怕做出选择 会让目前的局势更加严峻 然而现在 你们不用再做出选择 更不用害怕 因为整个大唐 都不用再做出选择 尺寸 没有 不错 这种